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今天继续讲明朝 这一回我们讲第十一回 年轻的皇帝 1368年 就在徐达他们还在北伐的时候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建立了大明王朝 这一年朱元璋只有41岁 有两件事你一定是要注意的 这对以后你读懂朱元璋是很关键的 第一朱元璋在当皇帝以前是一个农民 第二朱元璋此时并不是一个老头 他很年轻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只有41岁 他的出身有什么问题呢 以农民身份当皇帝的 空前绝后 就朱元璋这么一位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刘豫 他也是农民出身 但刘豫在当皇帝以前 长期担任官吏 他有贵族身份 刘豫出身是农民 但对于怎么当皇帝 他是知道的 刘豫这个皇帝干得不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自己是贵族圈子里的人 对于贵族这点事 他清楚 一句话当皇帝 刘豫会 但朱元璋是1354年 或者是1353年才参加革命 在这以前他是和尚 要饭的和尚 参加农民军的时候 朱元璋只有25岁 比现在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的岁数 也就是这个相当吧 到40岁当吴王 41岁称帝 谁教过朱元璋当皇帝呢 没有啊 朱元璋是一个当了皇帝 但不会当皇帝的人 对比一下你的人生 你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经历着人生巨变 少年得志飞黄腾达的年轻人 他有成就 但没有与他的成就相对应的成福 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深沉 我不认为朱元璋是一个心理阴暗 老于事故的老头 更不是心理充满阴谋的权谋家 朱元璋我认为 他是一个心气特别旺的年轻人 25岁的时候还在要饭 16年后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皇帝 心气高要改变世界 这就是我眼中刚当皇帝的朱元璋 他的一系列后面的行动 都是从这个心气高这点上去干的 理解他 理解他犯的那些错误 就应该从这开始 人非生而知之 朱元璋也不会凭空知道怎么当皇帝 当皇帝是一件很难的事 是吧 你只要简单的 想一件事就足够让你头疼 哪个皇帝敢说 就个人素质来说 说我比宰相优秀 凭什么让那些比你强的人 强好多的人 每天趴在地上听你的命令 想想这都是对自信心的考验 国和家其实是一个道理 比较大的家族都有所谓的族长 族长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平衡族内部的各种利益 是吧 听族长的 想着咱们每天打打杀杀的 要是没族长 我们之间每天可能都得动拳头 今天打别人 许明天就被别人打 皇帝的身份就是一个大族长 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族长 在家族中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族长的 对吧 同样这个国家也不是皇帝一个人 皇帝是有很大利益的 甚至于通常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帝主 但也有例外的是吧 那个司马忠 司马忠就是一个搞不清楚 皇宫四周的蛤蟆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这样的皇帝 你明白吗 皇帝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裁判 一个是家长 出门你是裁判 回家你是家长 所以朱元璋的皇帝生涯 你得分开了看 就是朱元璋是怎么扮演这两个角色的皇帝和 就是皇帝的两个身份是裁判和家长 当家长这件事 咱们以后会讲 是吧 朱元璋是个有兄弟没父母的人 你说 他当家长跟谁学呢 所以你往后看朱元璋这个家长担的真是不好 当裁判 朱元璋当的怎么样呢 后来还算可以 是吧 但一开始真的是不聊 关键还是不会 没人教过 朱元璋以前自己当过起义军 当过军阀 这要是放在球场上 朱元璋是一个很好的球员 然后呢 当了教练 但现在突然让他当裁判的时候 这个人就有点乱了 他一会儿呢 是以裁判的身份当球员 一会儿呢 又是以裁判的身份当教练 这球场呢 就没法看了 最后 裁判委员会看不下去了 要把他从球场上揪下来的时候 可我们的老朱竟然叫来打手啊 把代表球员利益专门监督自己的裁判委员会给打跑了 没有了裁判委员会 这下好了 这个比赛就完全由裁判控制 你是不是也很好奇 一场完全不受监督的啊 裁判控制的比赛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告诉你 很糟糕 根本就看不下去 当大家还在唱国歌的时候 咱们的朱裁判就吹响了比赛的哨子 可眼看着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啊 继续站在场中间 老朱于是就觉得这些人是有意啊 羞涂自己 于是把所有人都发下场 比赛还没开始啊 这就结束了 关键就是你把监督你的人啊 打跑了 现在也没有人告诉你规矩 明明是你搞错了 所有人都知道 但就是你不知道 谁让你把监督你的人赶走了呢 你赶走的那些人 就是原来安排着 在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来提醒你的人 上午的比赛就这么搞砸了 那下午呢 还有第二场 第二场比赛开始没多久 就有人犯规 老朱很愤怒 你们这是诚心是吧 上午羞涩我 你们下午这是挤的我呀 你以为我不敢吗 全体罚下 是 一场由无限权力操作的比赛 最终是很难有什么规则可言的 这个被老朱取缔的裁判委员会 就是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宰相 因为误会被全体罚下场的这个事件 就是明朝著名的空印案 第二场比赛中犯规的人就是大贪污犯 郭桓 最终全体被罚下的这个事情就是郭桓案 推翻宰相的这场政治运动就是胡维庸案 我相信不了解历史的人 不了解这一段明朝历史的人 现在肯定是听得一头雾水 没关系 过几回 我们讲完这明朝的三大案 你回头再听 我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先记住我的结论 朱元璋并不是一个有杀人嗜好的人 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做出的一切并不是因为仇恨 确实他做错了 但我认为他是好心 他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真的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他原来是准备帮着别人盖房子的 是吧 可因为他的驾驶技术有问题 倒车的时候把盖好一半的房子给撞塌了 这就是我眼中的朱元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的微博开通了 因为我有时候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其实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历史 我在喜马拉雅的账号 其实就是我的微博账号 新浪微博 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恭候你的大驾光临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 感谢观看